张汉轩 杨海 十三号台裁判员薛浩 运动员思小雨 吕欣 十四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运动员龚海峰 郭丽 TV二号台裁判员王航 运动员西守新 吴振宇 TV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 记录裁判员张宝 董春波 运动员杨帆 辩芳明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杨帆获得开球选择权 准备 Af族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杨凡凯秀 2018 乔氏中赤台球国际大赤赛 分战赛 江西休水战 第三阶段 PVE好台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本场比赛 两位选手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 上场击球的来自河南的球手 变方明 对阵来自辽宁的球手杨帆 比赛跟昨天一样 依旧是25局13胜 140分钟现时 双方轮流冲球 变方明也是 从这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从去年年底的 西宁战 一战成名 对 给我们印象特别深 在比赛里边非常干打 而且也是具有超高的准度 是 想起一句老话 叫做寒窗苦读 无人问 一战成名 天下之 而且据了解 也是得到了签约 对的 现在各方各面都特别特别好 所以说厂家跟球员这边合作 让球员少了后顾之忧 没错 让我能够更好的把精力 时间 用在提高这个球技上 给球迷奉献更高的表现 也对得起这一份热爱 嗯 双方明在本次 江西休水战呢 之前身体一直不好 有这个打掉瓶啊 还有这个 发头痛脑热的这种情况 看看经过几天调整 因为今天也是第六个比赛日了 对的 身体状态啊 能不能恢复到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是的 要不然总是在这 担心自己的这个感冒发烧啊 等等这些症状啊 嗯 确实啊 感觉嗓子还是不舒服啊 而且经过前六天啊 轰炸式的比赛 咱们的比赛 从今天开始 这个势头啊 开始渐缓了 对 今天一共三个时段的比赛 啊 换句话说 距离最后的决赛 还有八轮 别方明 这个球风啊 这真的是啊 没有太大的变化 跟去年相比 来看看最干球 准度 会不会再让我们经验一次啊 打进 从右边上方 出两个再下来 战球如果说 黑把响叫近一点 需要下一个左赛的中高干 得从上面绕下来 对 绕三裤 好了 杨帆 来自辽宁 从成绩上来讲 他应该是和郑宇波一样啊 属于现在这个项目 两位绝代双交 我一样的 中盘的球是要全面 进攻跟防守没有太明显短摆 而且这个白球 关键是它有一段时间的白球控制 在咱们的视频画面也能看得到 控制的位置特别好 暴力很高 刚才这个也是想尝试 右下要底带打进 然后将这个边库的南多球K出来 又是留机会 13左边有机会K14 最好效果K到14上半边白球可以上去 中弹还能打 依旧 再横向K 这角度刚刚好 合适 所以说这个 真是啊 张志尚 这控球好的球 越打越简单 对 而且他K的球 基本上都是他想要的位置 没什么太大变化 滴杆往回拉 滴杆中弹 对 是 是 是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第三阶段64进32胜部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将进入到第四阶段 输球的一方在今天稍后还有比赛 第一局 杨凯胜 比分1比0 赵球的一方在这里 mdz的资格�guy сол远 第二句 边方明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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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向右边的角度 上手先来调七 这边也是看了一下七号如果从下往上挡 右边中带接力的位置 确实这杆球如果论进球的难一程度肯定还是借力中带更好打一点 而且你前面球那么多没必要对吧 没必要一上来就打特别难的 还是要通过一些白球的控制跟调整 把这个难度简化掉 当然这跟个人球风和习惯也有关系 有的球团就喜欢一上来靠自己强大的准度 对 我先把这难度球搞尽 后面就全是简单球 这根四二球选择还是比较多 高杆向前推的话可以叫三 中低杆往屏幕的右边上方走 又到了一个两口的球 那你这个七 还有这个六 这根球确实是一个 说实话就不大不小 叫七叫得有点不舒服 而且关键上方还有一颗自己的球 粘石 有下屏幕右边的角度 可以走一两裤啊 右塞高杆 正常轻推往前就好了 第二组 杨帆胜 底分2比0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开球试剂 谢谢大家 再看角度 够直的话低竿向后 再弹边枯起来 还行 这个角度依旧可以支持打五号从下面绕两裤 有把握就直接从八号跟十号封印中间 高官直上直下 有把握 我们看力量 能看到边方明的一个求风是很快的 只要自己想清楚了 啪去就是执行 十小头杆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这样的风格 但八成到九成 对都是求风犀利 准度高 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10% 剑走偏锋 还玩一些旋转啊 嗯 大弧线啊 对 大拉杆的 然后三枯以上 对 这杆球 感法没敢下太低啊 这个黄衣 停不住 需要下去再上来 还好没有刮到 不然这杆球刮到之后 二号球又难受了 还得往上再下来 对 现在这个角度都得偷一点带脚感觉啊 第三女 边方名胜 比分一比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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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边方名开就 可以 好 肠 老 pH 都 确实刚才我跟阿苏这边 我们也在聊 边方明的秋风 在咱们中式八角里面相近的人 还是有那么几个的 从体态 从背影 以及运竿的节奏 感觉 你会说一个年轻的 我说一个稍微年长一点 这边阿苏也是觉得 晚通乐比较像 我觉得就是李赫 确实这三个人的打法和秋风特别接近 不怎么 不怎么去做太多的运竿 站着的时候基本就想清楚了 啪去就要打 想好了就进 明光五四 然后准度还确实是高 是 人家这个空间想象力 还有这整个的球团 整盘 对 思维的这整体特别快 反正一看 数据库就出来了 出来了 三十五步之外 对 全出来了 不像有的人在这 琢磨来 想半天 比过来比过去 最后脑一圈 完全还是一个 线路的储备量 或者说 跟个人的思维的习惯 有关系 确实啊 你像咱们这个 经常在一些电视里 也能看到 有些人这个思维速度 特别快 真是 这东西天赋 感谢观看 十秒 五 延时 还是应该是 右边中代往上挑啊 左边中代那一杆 脚都没调好 然后后面的力量太轻 形成一个斯诺克 又到了一个央帆 去接受这个 现有台面的时间了 黄一 应该是有一定 角度向屏幕左边的啊 距离有点近 出杆呢 不要送的太长 小心连击 还行 有把握的话 就向上交流 没有的话 还是第一杆 我会来用五再向上 因为六号球 毕竟是 就近的原则啊 离左边上方 底带是比较近的 再来啊 中肝啊 稍稍发点力 从上边直上直下 直接奔着 二和三的位置去脚 叫双位 这个略显随手 但是这个力道啊 是不是有运气球啊 有没有挡处 有一包啊 嗯 角度好大 小心白球 不要横向的落纵段 真地准啊 四级 边方明胜 比分2比2 谢谢大家 第五句 你要翻开球 要翻开球 上一盘球 双方在最后的几颗也出现了一些来回 最后还是边方标 觉得这个准度还是真的 真的好 球感好 一上来第一球感 趴去那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下球点 不用做太多的调整 还是背后的功夫下道 往这一趴 天天练 天天打着玩意 对 对吧 信手担来了 只有那些不自信 或者说背后没下够功夫 功夫下的不够多 熟能生巧 对 台球本身就是熟练的工种 没错 这东西你平时训练你可以糊弄自己 赛场放大镜 谁也糊弄不了 平时总是牺牲 真假送空 对 尤其像我们经常说 就在长局质里边 你强 你就绝对是强 就占优势 短局质可能有手感的凌凉 对吧 对 慢热 强 强的强的气 还好处偶然性大 但是打这种长局质里边 基本上能够给运动员很充分的时间 让他去发挥出来 不算好 抓一个小力 看看是不是 对 看要不要直接走 不然就是下跌 从里边绕 因为他这个位置够着不好发力 选择一个最简单 事物率最低的 这就是杨帆的优点 懂得会审时多势 好多球员就是机械化 我到这儿了 我不考虑他到底合不合理 反正我平时打的这么多 我就打 第五局 杨帆胜 比分3比2 开球青台 好多了 有点 有点 谢谢观看 第六局 边方棉凯球 半归 线后是有球 选单色 直接下来 去干球 应该可以直接调黄衣 这就是全局观 中带打薄了 现在这个位置确实不错 有机会打黄衣向上带 也有机会打完之后 用这三颗球 9号 11号 5号 5号左边中带那个位置 尝试去进攻 可K 可交位 交位就是轻推 用非常轻的力量推 争取就算是借到7号力 也不要让它走太远 还能组合 这传球相当准 几乎没有什么 太多思考时间 散盘 局面觉得非常简单 关键剩下几颗的时候 稍稍去思考一下 想好了哪一颗 最后留着叫黑八 八号球这个位置 还是很好的 在双方基本上 开球线中心 往下一点点的位置 四个底带 四个底带 包括两个中带 都是可以去叫 顶一下 八号球还是倾向于 左边的带口了 你看这杆交位 三条四 低杆不够啊 变成大角度的横向了 这杆球 需要相当低的底杆 不是需要给点力量 不要太轻 准备好了 对准备好了 再往回 底杆推一点 你让我看见 我就把它消灭 旺仔牛奶 这有画面 不要太轻 边方明 刚才右面中带的八号球也是失误了 至少有两盘了 没有把最后的优势局面打光 两个球都够下 把下面九号走两空继续 两个协力 可以叫十 那这个角度合适啊 还是十五 看看这个位置够直 还是依旧向下 向下角度大 还是需要高杆 向上 这个位置很直啊 直接拉干了 直接拉干了 避开中带啊 右边 走你 花杆了 花杆 感觉阳光今天节奏稍稍有点快 是不是被边方明带的 这个有一定可能啊 快点好 观众看着心里很快 观众赶快 对 但是球员容易出失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成功率可能会出问题 那鱼和熊掌 那时候不能监督 还有准备 准备 答案 准备 第六局 杨凡胜 比分4比2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七局 杨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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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球 下方在弹库边上去 到了这个级别我们能看到 职业球员里边能够通过各种我们可能平时常见或者不常见的干法把这些白球的线路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我既然有机会可以从上方往左边争取把红三的问题解决 还行就起码中带还是有球打红三是有一定角度有把握就高干向上推白球能顶到右边的对方花球也没关系啊 太薄了 太薄了 确实啊就感觉 杨凡胜 趴下去就想打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他平时的节奏啊 他没有这么快的 控制不住双手 这爆棚的力量 这魔法啊 确实 有的魔法师就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功力啊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是控制不住内心的这个双手的这个力量啊 可能会有一些打得快一点 想施展一下 对对对 功力 为什么是魔法师呢 就不能是武士呢 武士也可以 霸侠 对不对 就形容这个 讲这个事就是形容他自信 自信 对 我觉得眼里面就没有什么难度球 不需要再多做准备 玩游戏的话就是暴斗了 对 暴斗的人不都抓紧时间给打 不然这斗没了 不就不又怂了 没有大招了 对吧 趁这时候赶紧打 回来看看辩方明啊 其实前面能看到 辩方明的准度还一直都是不错 特别稳定 就是在最后一两课的时候 要打得精细一点 你可以快 对吧 白球要 白球要好一点 得想清楚 你之前已经 两分了 看这个角度 可以选上方15 选9的话 就是低纲往回退一点点啊 刚好是有上屏幕左边的角度 看中带啊 有角度 低纲往回退 叫中带 大力就是底带 下方五分 先方名胜 比分三比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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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球阶段 来看这根 肯定还是要围绕着右边的球 来去解决11号和4号球的问题 其他单侧球正常交位就好了 滴杆就上 红3号球打厚一点点 然后滴杆发力 这个球直接打吧 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K过来的这两颗球 是互相阻挡了一个中带 把底带也就是向上 角度合适啊 正常 中高竿轻推就好了 控制力量不需要下赛 25都行 这段球就是这个位置 还需要再调一个 还需要再调一个 鼻竿 较到类似的现在这个角度 速度不够 快 进 18局 杨汉胜 1分 5比3 1分 1分 2分 1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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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今天确实啊 看这个角度来调整 可以尝试叫两个中带 杨帆本身也不是一个节奏慢的球员 对 他只是在思考的过程里面 可能用的时间稍稍多一点点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球迷喜欢的 角度直 转向底带 稍稍带一点低杆 左下方 中带应该是够的 就是他站着这边 8号球中带 看来 应该是带着领先优势 进入到官方暂停 第九集 然后翻射 底分 1比3 开救星台 官方暂停 比赛继续 比赛继续 选择继续 击倒或者重新开球 8号球近代 那么 这也让我想起了 以前咱们在 以前叫乔师碑的 那个阶段里 我这样那个黄金八的 黄金八 规则 也是 曾经用过 用这样的奖励机制 鼓励球员能够 大力冲 积极的 对 其实这也是 在我们的大玩法 不发生本质改变的时候 因为改变了之后 可能就不能叫中施 对吧 可以加一些 对吧 或者说 聊天 或者说咱们讨论 这个 没有必要硬性地去规定 说几个球过线 但我们可以增加这种奖励机制 你进了8 就跟9球一样 算你赢 既然咱们现在的整体的 比如说颜色球 加上8号球 都是可以有运气球存在了 对 那么把这个 有意思的 精彩程度呢 再往上提高一点 增加比赛的偶然性 对 我觉得黄金8可以再拿回来用 是 对吧 值得讨论 我相信这个 对于运动的推动 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没错 尤其是黄金8是属于大力炸范围的 你记住了 轻轻的力量炸是绝对不会进的 首先你可能连球过线都没有 对吧 所以说肯定是大力炸才有可能进黄金8 那就像你说的 就像平时打9球一样 对吧 9号球进了直接算赢 很有意思 那观众们也更喜欢这种 尤其是中立的球迷 更喜欢这种偶然性 凹诈性 对 关键时刻 两位全是正胶着的 天昏地暗 彼此不可交分的时候 处于黄金8 运气球 这项运动 就是说这个条款 在曾经比赛里用过一段时间 我印象里 就是在一届比赛赛事里面 好像有一场应该十安清 好像炸了两个还是三个 然后黄金8 就是属于他炸的比较多 后面可能是 大家有一些球员对这个 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我本来 挺费力的 赢了好几分 但是他炸了两个就把比分追平了 有这个想法 就是可以理解 但是后面才不去用 任何运动 运气 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存在的 又是这种情况 太多了 在关键的办号的时候 给自己做一个 无意识的斯诺克 这是很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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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延时 如果这个位置 杨范觉得不太合适的话 可以尝试再调一杠 对 这杠就在后一点 黑拔传进了 但是放在这 刚才我看他比凉的时候 放这好跳 对 对手是有一跳的 刚才是横向的 我还是觉得这个球 放到右边14和11这边 可能难度更高一点 底带 有没有运气球 又挺带高 是 这个球白球首先进了 那如果再有个运气球 就输掉比赛了 是 这一盘最先把丢分了 推一个高竿 盘起来留角度 打15 向上 又到了一个 K球的环节 我们今天可以 如果说 有新的 做一下这个杨范 在K球环节的统计 看看他K球之后的 这个到位率 跟成功率有多高 能不能就是说 可能 到位率啊 是一方面 再就是成功率 成功率就是 K完之后 能不能后面 把这盘球打光 或者你K出来 这个球打进 但是这需要一定的 谈球理解的 这个技术人员 来做这个统计 如果来判断 就说到了这个打数据的 这个重要性 对 他不光增加了比赛的故事性 还增加了直观的观众 对于两位球员的发挥 怎么赢的呀 一些了解 很直观 打得好 打得好在哪 长胎打进百分之多少 然后做安全球 包括一杆青台有多少 最简单的 现在就有榨青跟结青 这个就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了 一盘球抢13的比赛 好了 还有七炸四截 那里面有11盘球青台多了 那两盘球可能就是 互相中盘控制 然后再得分 白球还是努力 要向10号球 10号球的上方去放 放到这 会不会直接漏了个薄鞭啊 勾肯定是从下往上能勾 这没有问题 从上往下 在11号的这个位置 是不太好勾的 也在找啊 10秒 延时 较酷 自由球 这一撞下来 下方的花球 有个小球堆 直接摆自由球 看看怎么来打 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打的对口 而且K球方向呢 是向下的 然后8号球 还在右下方 所以 一上来啊 这球选择K 方向是不太好的 10秒 看看运气跟效果 相当好 完美的 对 这看球本来向下K 多数是要K到8号球附近的 但是在力量的变化之下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改变了你白球状的这个分离角度 嗯 这个力量 十几 杨凡胜 一分 七比三 三 三 二 谢谢观看 第十一局 杨范开修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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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可以 判一个无期徒刑 别让他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 可能说容颜上 身体上可能有一些 这个年龄的这个风霜 但内心当中啊 还是要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不管怎么样 杨帆 其实从她的身上 就能看到你刚才说的话 我们曾经在一些 没打劲啊 就是影像或者是照片的资料里边 还想翻以前 对戴眼镜 对吧 头发 短发都挺好 我记得我朋友前面发过 对 那个不就是08年呢 对吧 内蒙的比赛 他还问我呢 他从哪儿来的 还有吗 我说有 我说有带画的 带那个动画的 动画 高清的 可以稍微再截点图给你 对 都是你真人表演的 哈哈哈哈 很怀疚啊 画面 等我回北京吧 回北京找到那个 咱们上次08年的 承办方 嗯 我考完之后 我跟您说嘛 咱们稍微制作一下 对 对 弄回去 哎呀 别怎么要这么打 要出事啊 对 感觉只是时间问题了 嗯 咱现在乱 关键就失误率上来了 直接停是不好停啊 两库以上就要八号球 装一下一 效果相当好 第14局 杨帆胜 比分 11比3 嗯 不要 咱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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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s 走 走 走 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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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句 要翻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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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就没有进 现在这个白球位置 向下还不算好 还需要再调 肯定是要轻轻带一下 12号 然后再向上的 带低竿 看效果 又是 强薄吗 对 是不是要强行的 薄一杆五号 左下角 翻中带了 今天这个比赛进行到现在 这个比分跟分差 是我完全没想到 一上来 其实打成这种 2比2 3比3 后面就没想到3之后 杨帆就一个 领先这么多 一记绝尘了就 而且在3比3之后的 这个变方名确实给了太多的 原番机会 而主动的去送一些分 其实 三局的分差 是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 两个人正常实力的一个分差 但这就是比赛 你一个细节做不好 对手很强能 没错 因为比赛跟平时练球是完全不一样 对的 在单位时间 你得要尽快能的去多拿分 没错 不然的话 你的对手就会在这个时间之内 如果说打拳击那个性质 就连续的在你身上就打点 得分 甚至于说KO你了 都来了 又来了对吧 又是一个通过两杆K球 把两个难度球都解决掉了 所以谁说杨帆 不会干法 谁说杨帆打得不够华丽 可能为了一些 比如说成功率或者合理性 杨帆在曾经的比赛里边 不太会去主动的去这么去做 这是比赛 但是他如果说比分领先很多 打得比较开放的时候 他具备这个能力 您刚才我咱们不也说了吗 他这比分如果再扩大的话 可能打得就放飞自我了 对 有点像斯诺克要超分之后 对 各种酷炫的干法全来了 尤其是奥沙利文 我记得以前有视频秀各种反赛 其实可以停一个八号球 白球在八号的下方这一侧 然后去保十二 也可以发力上去 站下来 一个角度 确实这个想法交到屏幕右边 这个中概 有没有运气 停带口了 边方饼有机会了 低端 弹个裤上去 叫中带 小心白球 轻推弹起来 左下往底带 还是反向叫过来 同样 八号也可以叫中带 第十五局 边方名胜 一分四比十一 好 谢谢大家 边方 已经购买了 回去 我们的按钮 说 我们的这种按钮 感谢观看 这个小杜选择还是很多 可以直接登上去 做这个14 想这么带 它从左侧往右侧带 有一定风险 没带到重新布局 比赛时间也够办 你要去解释好球 解不好弄球啊 还可以 杨帆真的是经验丰富啊 要不要重新洗牌 有一定效果 不算好 有点厚思诺啊 九跟十都 是在这条柱竹竿方向上 很难打上力 都不够了 要防守的话 尽量奔着8号就上方 好球 10号 我们这角度真的好难判断 还是布局应该是 好球 感谢观看 还是多少演了一点 10秒 5 4 切开球打6 是有机会去撞7跟2 但是有一定风险 这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出竿位置 证据能够从下往上 搜一下 可以 有效果 是有机会去 10秒 5 如果实在是难以解开2号球的位置的话 可以尝试做一干翻带 漂亮 带一些力 打出分离角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号球啊 今天变方没阵试 十秒 看这么一撞 看我就还有没有啊 没问题 十六局 变方明胜 比分5比11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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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帆比分到11之后 感觉这个辩方明开始 有一些上架的表现 杨帆给了辩方明机会了 杨帆也是打比开放 辩方明还是要 就是打这8 今天有三盘都是打8号就15 如果加上较位食物的话 至少5盘 你把这5盘剪下去加上来 对吧 对一样 里外里是正负是算两分的 你看这可以右上角底带 我们就再打一个 我刷着 我刷着 基本上要是打厚了 然后翻再上手 左边横向是有一个滑球 你后面有机会 还可以用13号向上去帮 让对手的这个带口球给帮进 做一些防守 10秒 5 直接10号 弄一个双下 还是控制一下白球 因为辩方明还是有 7号跟1号两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难点 而2号就作为中间过度来讲 你很难用一杆 从现在的子球分离位置来判断 一杆好像不足以解决全部的问题 就有难度 再薄筋带一下 好像还没解开 还要打 而且这个球是需要上去了 并且这杆薄2号右边中带 白球是要撞15 回来还要看 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运气 能够看到下方的这个过度球 刚才这杆K球 边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就已经是打得非常好了 准度加上K球 凤夕 7号 黄一 直到不好打 做防守了 确实啊 这个位置很难进攻 好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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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敢没打进 不应该呀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 好机会 可惜 比赛有些时候 选择在场上的 变化也是非常多 你感觉有些球 他特别难 他都能打得进 没错 不是特别难的 还容易出现失误 信心要足的话 其实 多带一下 下十二都可以 下球点是不太看得到的啊 打肯定是能打得黄衣 看来还是有点丝够非够啊 给清退一个左塞高杆 那就下来了 力量 带口就打掉 8号球也让一个带口 稍微推一点点右塞 太轻了 中带还能打 还是轻推 一根一点 高杆一推都可以吧 这样的话杨帆应该是到赛点了 17级杨帆胜 理分12比5 请不吝点赖 这是八局 便方明开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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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凡的一杆中带也没打进 又到了一个辩方名上手 他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这个 左上角 对 给他 减化一下 你想赢 你必须要把黑八最后打进才可以 下一场的比赛时间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 正好是卡在饭点 中午12点 大家也是提前做准备啊 下一场TV台是 郑宇博对 出并节 强强对话 所以大家呢 可以提前安排一下 酒餐时间 但球员们也蛮辛苦的啊 你说是吃还是不吃 吃东西了血糖上升 容易犯困 你不吃到时候真饿呀 谢谢大家 这球要双落 可能性非常小 首先从这两个球判断上 它的14号跟8号球不是直线球 然后白球距离还非常远 黑巴离带口有一定距离 除非有二次撞击以上 第二次都不能撞进 因为你第一次的力道就给到14了 然后因为你打得比较薄或者比较厚 你的黑巴的横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 这球变方名应该再量一量 太随手了 看一眼就打了 那么这一个随手可能就送掉比赛了 好 11 10号 13号 8号球 左上角戴口 看来问题不大了 直接握手了 恭喜杨帆晋级到第四阶段 而变方名在后面还有败一步的比赛 下一次的比赛 中午12点 我们到时再会 稍后见各位 我会讨论一下 我们到时再会 再会讨论一下 我们到时再会讨论一下 感谢观看